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古舍年它的PMMA 它是一种化学成分 那一般是一个粉 那一个是那个液体 把它泡起来 泡完以后会发热 然后就会硬 硬起来这样 那我们这在还没硬的时候 就要去做 去处理这样子 它炸几分钟 差不多十分钟左右 不然骨也不一定 就硬 就达到稳定的作用 但是你要做骨水 你灌住的话 你硬的都灌不进去 所以整个水水的去灌 那像水一样灌就很难控制 它是会跑去哪里 就有这个危险性 所以为什么会有高粘醋的骨水 你就是像牙膏一样 这样子 像牙膏一样 当然控制就不会乱跑 比较好控制 那危险性相对就减少很多 骨水你为什么要先发热 才会硬化 不 它的化学 这样它就合起来 就会先发热 然后再温度下降 再弄这样子 会很烫 以前喔 以前的骨水 会烫到会烫 摸到在弄热很烫 那现在不会 高尾是大概六七十度这样 不会还好 因为就是怕伤到神经 因为在脊椎周围就是神经 对 以前我跟你说肿瘤的时候 会用骨水泥 来补强这个 我们肿瘤拿开神经 后面就是神经 要保护好 不过老实讲也不会 因为我们的神经 有脑脊髓液 一般不会做这样受伤 不过我们还是尽量 不要那么热了